第四十章 让他去 皇帝陛下远在长安城 想要请示 来回不知要花多长时间 而那辆黑色马车以临城下 汉清将军这句话听上去极想不负责任的胡话 然而房间里的人们没有人流露出这样的情绪 只是显得有些吃惊 大唐军方在边境线上设有三座符文传输阵 可以隔空传输极短的信息片段 其中一座便设在贺兰城中 可以直通长安城里的皇宫 传送阵能够传递的信息极少 启动一次消耗的资源则是多得难以想象 尤其是贺兰城的这座 因为通讯距离太过遥远 代价变得愈发巨大 按照设计者的推算 使用一次竟要消耗等同于贺兰城的十年的积阳 根据唐绿的军事条例 除非是金杖大举入侵 或是左杖王廷试图从东荒突进威胁大唐本土 这样的危机时刻才能启动传送阵 自书院的某位大贤布下这座传送阵之后 数百年来 贺兰城里的这座传送阵只启用过两次 而今天却因为一辆孤零零的马车又再次启动 城楼里一片安静 除了天地元气凝结在扶阵上所响起的嗤嗤轻响 听不到任何声音 汉清将军和那些高级的军官沉默地注视着扶阵捷径无尘的表面 不知道稍后会看到什么样的回复 心情变得非常紧张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一道淡黄色的光芒闪过 地面上多出了一张被裁剪的非常小的纸条 想来是皇宫回复时也考虑到了传送阵需要消耗的资源尽可能地再减轻重量 汉清将军走上前去 拾起纸条面色严肃地行以军礼 然后展示给众人看 那张小纸条上没有该预洗 写着三个清晰的字 笔记并不潦草 很认真 但实在称不上出色 朱将一眼便认出这正是皇帝陛下的笔记 让他去 这便是纸条上的内容 城楼里安静片刻后 先前那名强烈建议发起攻击的副将 咒梅说道 没有预洗 也没有军部的印章 这张纸条 没有效力 汉清看了此人一眼 声音微冷说道 依照贺兰军力 福镇所传之旨来自皇宫 亲笔所书便等同于圣旨 那名福将有些紧张 却依然坚持自己的意见 陈生说道 宁缺是知命境的大修行者 如今在城下还可以对付 让他进城 他一旦发难 我们要死多少人 才能镇压住他 到时候 赫兰城出了问题 谁来承担这个责任 我大唐军人 以服从军令为天职 殿下的圣旨 便是最高的军令 陛下说可以 那就可以 至于责任 则是帝国全体军民的责任 阵法启动 巨大的木盘开始转动 脚锁摩擦挤压铜油 发出细微的声响 沉重高窄如断崖的两扇城门 缓缓开启 黑色马车驶入荷兰城 顺着狭窄山缺底部的骑道向着东方行走 道路两旁近是陡峭的山崖 崖间住着数十座坚固的山堡 每座山堡里有一个小营 里面不知铸藏了多少资重武械 令人观之而心生俱意 贺兰城与山崖之间 有无数张硬弓已经绷紧 数十架弩车 不停缓慢地调整着角度 始终瞄准着那辆黑色的马车 十余台投石机 在军官的指挥下 不断地加紧饥荒 确保一旦发起攻击 那些巨石便能够在第一时间 同时制出埋葬掉那辆马车 如果谁敢无视军令 先动便把他的脑袋砍了 汉青将军神情严肃地说道 命令副将带着亲兵 看住威力最大的弩机和投石器 然后在盾兵的保护下 来到东城墙上 看着那辆黑色的马车 眼睛微眯 片刻后 那名副将匆匆而回 负着他的耳旁低声说了几句 汉青的脸色顿时变得有些难看 没有想到 居然真的有人敢动手 他人呢 汉青将军寒声问道 那名副将低声回答道 萧将军和他的亲兵已经被缴械 关了起来 把他的脑袋砍了 汉青将军面无表情地说道 那名副将神情微变 心想 虽说军令如山 不得儿戏 但萧副将想要杀死明王之女 是可以理解的事情 而且 那可是皇后娘娘的亲信呢 汉青将军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面色如霜说道 我不管他是皇后娘娘的人还是公主殿下的人 任何胆敢质疑或者反对陛下旨意的军人 都没有资格继续活下去 而且他很清楚 如果这辆马车被攻击 今天贺兰城要死多少人 数千名唐军站在贺兰城的城墙上 站在山崖的攻势里 站在坡间的军营剑夺里 沉默而神情复杂地看着下方那辆黑色的马车 似在夹道欢迎 那名副将再次回到汉青将军的身边 腰盘的刀鞘里音乐散出血腥的味道 他顺着将军的目光 望向那辆黑色的马车 心情也变得非常复杂 从魏城的普通君族 混到现在这样的地位 我大唐开国以来 又有几人 这些年 北军谁不以他为荣 北大营里 谁不把他当成奋斗的目标 和偶像 汉青将军 看着那辆黑色的马车很是感慨 副将叹息说道 唉 只可惜呀 红颜祸水 英雄 终究 终究难过美人观 宁却能有今天离不开陛下和书院的栽培 结果呢 此次却不顾大唐 与天下的安慰 非要一意孤行 实在是 无情无义 混账到了极点 便在此时 荷兰山雀里起了一阵风 吹得黑色马车的车帘呼呼坐响 帘部飞舞掀起 露出一张少女的脸 那少女脸色微白 寻常模样 一头短发被风吹得糟乱无比 看着就像是一团野草 汉青将军看着那处说道 这哪里是红颜 又如何谈得上美人呢 副将也看到了那名少女的脸 有些吃惊 沉默片刻后说道 啊 如此看来 宁却真是个 重情重义之人呢 虽说 中错了对象 但也值得佩服啊 能令陛下 另眼相看 自然不凡 离开贺兰城的首域范围 宁缺便让大黑马加快了速度 一路破雪碾冰 踏破寒地 顺着狭窄的贺兰山区向东面狂奔 山谷高处的雪峰在视野里移动得不快 近处的山崖则已经变成了急速后略的灰线 可以想象现在黑色的马车速度多么惊人 桑桑有些吃惊 不明白为什么忽然要加快速度 宁缺看到他的神情却没有回答 沉默专注地驾驶着马车把速度催到了极致 宁缺现在很需要速度 从书壁湖开始 黑色马车进入大唐的传统势力范围 佛道两宗的修行强者们因为各种忌惮 无法向前面那些天一般追踪捕杀 但没有人会放弃 不知道有多少势力一直在注视着他们 猜测着黑色马车的路线 天空上的大片乌云和那十几只黑色的乌鸦 随时都在向人们报告着他们的行踪 当黑色马车来到贺兰城时 说不定有很多人都已经猜到了他们的去向 出贺兰山区便会进入东荒 离开大唐的势力范围 在那片荒原之上有无数势力 左掌王庭 西陵神殿的联军 荒人部落 强者如云 宁缺根本不知道穿过这片山脉之后 会使谁在荒原上等着自己 既然如此 黑色马车行驶得再快 似乎也没有任何意义 那么为什么要这样选择呢 乌云落在银色的面具上 让银色的面具显得更加灰暗 龙庆看着天空中那片厚重的乌云 自西方铺天盖地而来 露在面具外的嘴角缓缓扬起 说道 你这个故事的结局 当然应该由我来写 然后 他低头继续写信 柔软的笔尖在信纸上不停地移动 画了一张图纸 似乎是某座大城的城门工坊示意图 然后又简单写了几行字 用戚封好 递到一名前西陵神殿骑兵统领的手中 他平静地说道 到城京后 亲手把这封信交到他的手里 然后告诉他 如果机会出现 我一定要抓住 那名堕落统领 凛然受命 翻身上马 向南急驰而去 身为龙庆皇子的亲信 他也是最近这些天才知道这个秘密 想着当年人世间的那些议论 不由觉得有些寒冷 对龙庆皇子的敬畏更增 龙庆皇子看着邪尘远去的那季沉默了很长时间 发现自己对于故国竟已经有了陌生的感觉 不由摇了摇头 自己的前途是光明与黑暗的领域又起在红尘中 他缓步走到崖畔 看着那道约十余丈宽的山缺出口 神情渐渐平静 在他身后 是十余名洞悬巅峰境界的强者 还有两名衣着寻常 看上去像普通人的老人 而在不远处的荒原上 还有三千名佐掌王庆的骑兵 动用这么多人 来替那辆黑色的马车书写故事的结尾 龙庆皇子觉得自己对马车里的那两个人 已经表达出了足够的尊重 天空上的乌云已经越过高耸的雪峰 深入到荒原的中央 提升急促 云层下方的那辆黑色马车 也终于驶出了赫兰山缺 来到了荒原之上 来到了龙庆的眼前 然后缓缓停下 龙庆坐在马上 看着山坡下的那辆黑色马车 伸手摘下脸上的银色面具 露出被灼伤的脸颊 微微一笑 显得格外猙獰